女人们的恋爱 色红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金晨 为什么最初会想去参加女人们的恋爱这档节目呢 其实一开始也有点忐忑 想想吧 其实我还挺想出去玩的 然后我也想让大家看到比较真实的我吧 不然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误会 你是觉得大家会误会你恋爱小天才是吧 对 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大家就觉得我是恋爱小天才了 我也没太懂 因为我自己是个极其被动的人在感情方面 就是被动到海枯石烂 就是这个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看出来我喜欢他 我就觉得这事还是得男生主动联吧 那很多人都会说你是直男长啊 其实我觉得男孩吧 还真是都喜欢那种就是性格比较开朗的 比较好的 那我呢对谁吧 就对朋友都是这种性格 所以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主要是跟男生能玩得到一块去 这个很多人都说你没有美女的偶像包袱 就是你为什么就丝毫不端着呢 我可能性格就是比较傻了吧唧的这种性格 就是也是有点偏男孩的性格吧 所以我很多好朋友就是是男孩 然后性格能玩到一块去 就没有想我就是我就长这么漂亮我要 没有我是比较怕事多的人 所以我自己就不会太矫情 就因为那次第一次吃饭就是你就完全就大口气 那种感觉 因为那次确实是饿了 在飞机上没吃东西 如果遇到一个就是自己有好感的男生 你还会这样吃吗 可能会好一点吧 但是如果遇到有好感的男生可能也会这样 对方也要看到你自己的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 然后在前期相处的时候 我也特别希望两个人能够互相表达 就是说自己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希望对方能接受 不接受也无所谓 但是我希望坦诚 所以就算在喜欢的人的面前 你也不会说太遮遮掩掩掩 不会不会 我是完全就是解放的那种 那个时候就是当得知你的配对对象是张继克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我看到张哥的时候 我有点有点惊 但是我的表面又看起来就是很镇定 第一想到的是乒乓球来了 我会让自己不要那么尴尬 所以我就会首先先把那个尴尬的情绪先压一压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 男生可能比女生更紧张一点 张继克他是符合你理想型的那几点吗 有吗 可能就是一开始见面聊天的那种感觉吧 其实一开始我们刚见面的时候 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有一点尴尬的 但是相处一天之后 我觉得我们就很快就打开了 然后那种相处的感觉是好的 第二天的时候就网友就说 你已经从大舟变成大哥了 对对对进步了 因为他给我的感觉还是挺憨憨的那种感觉的 会有一些那种大直男的那种细节 他就不会让你知道 但是他就做好事不留名的那种 调座椅啊 然后就会就帮你拿包啊拿东西啊 然后让你往那个毛路边走啊 就这些小细节吧 所以其实你也是看节目才感受到的 当时没感受到的 对当时其实比较麻木 就是张立克第一次跟你吃饭的时候 他就表现得很紧张嘛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说 好像感觉是他对精神是有意思的 你觉得呢 不知道我欸 他应该会觉得可能这种形式会比较 不在他的领域里面 就会觉得有点没安全感吧 后来我感觉他放开了就好一些了 脸没那么红了 那你就为什么会 就是那么的那么的那种 无所谓啊 就是那么的随性 对我来说还算是小场面 也不是 就是觉得你一定要让自己 不要那么尴尬那么紧张 这样对方才会舒服一些 因为对方也会觉得很喜欢 跟自己比较自在的人玩 我是个超级怕尴尬的人 所以说我一般都会化解各式各样的尴尬 然后那天就是去玩那个热气球嘛 然后那个有 我看弹幕有时候说 哎呀精神太侄女了 其实张继克都怕成那样了 你也不会说安慰他一下 所以说为什么 可能我不太理解恐高的人嘛 我就觉得一点都不高 为什么你会这么害怕 但其实恐高的人 他是真的会很害怕的 可能有观众看第一期节目 就会觉得张继克其实有一点直男 你会觉得吗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纯纯的大直男 我觉得OK 我觉得大直男也有大直男的可爱之处 因为他会有那种憨憨的 但他也有比较细心的点 但是就感觉跟他还是没有火花是吧 其实挺难的 因为人与人之间呢 有一个人就算他再优秀 他再好他哪哪都好 但是你跟他 他可能适合很多人 但是你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适合 就所以这个气场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可能他我跟他是真的很适合做那种超级好的朋友 你是比较会看颜值之前吗 还是说就是还是看感觉什么的 我是完全看感觉的 可能小的时候多少会觉得颜值也比较 我站的比较比例比较大吧 但是现在我是觉得 嗯 你再优秀 再颜值 怎么怎么样 都不及一个感觉 那会不会就是稍微有绅士风度一点的人 会吸引你一些呢 还是要看两个人的气场 他能不能跟我 我们俩能不能搭到一块去 比如说说话 有的可能说两句话就 就不想说了 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所以这个就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后去看节目 好像爸爸他在你面前会评价讲几课吗 我们是一开始录的 后来就是他去野博厅看的时候 录完之后 我有问他 我说我说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他就说 可能两个人还是不是特别来电吧 现在就对感情上 你会有什么 比如说很期待 或者有点小着急那种感觉吗 我一点都不着急 但是呢 我就觉得 有这样的节目 通过这个节目 就挺期待看到 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 就是打破我最早的这个 比较没有安全感的这个点吧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不强求 就我觉得顺其自然 因为今年播了两部综艺嘛你的 一个成功报级一个这个 然后很多观众就说对你真香了 就觉得你性格又好像又美 然后自己听到观众这些评价 内心会有这样怎样的感受呢 我就是很开心 就觉得因为以前的时候 大家不了解我的时候 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误会 但那些误会是我很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说的完全不是我 不知道从哪捏造出来的 所以因为大家没有看到真实的你 所以大家就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 那通过这两个综艺呢 我也是觉得 就很多人说这些东西都是有剧本的 但我就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一个说法 就是你不可能管得了这么多的 在这样的一个综艺 你一定是最真实的东西 没有人给你剧本的 对所以 我还挺感谢这两个综艺 能够让大家看到真实的我 然后因为最近你《面而伟大》也在播嘛 所以自己有在追这个剧吗 我自己有在追 其实我只是看了第二遍了 因为第一遍的时候 我是最早看的粗简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精细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看了 所以我一直在期待这个剧 那你觉得沈清禾给你自己会有像的地方 像的地方不多 有一点点冲动的时候会比较像 然后沈清禾的那种隐忍 其实跟我还大部分比较不像 就是我是一个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的人 但沈清禾不是 这部戏跟那个李峰合作感觉怎么样 李老师 峰哥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优秀的演员 然后我在跟他搭戏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他就是顾耀东这个人物 因为我看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 他的小细节啊 还有他的可爱啊 都处理的非常好 真的就是抛开了他本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真的很好 好像说这个人是他介绍给你的是吗 对对对 他有跟导演推荐我 我们两个之前不认识 他可能觉得我某一点比较像吧 我当时是挺感谢他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经历最难的时期 就是那个时候有就是没有什么工作 因为遇到了一些事情 然后他推荐我的时候 这个戏找到我的时候 我是觉得非常开心的 又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剧本 这么好的一个团队 所以我当时真的觉得天下掉虾饼 然后就是他之前接受一次采访 他就是他说要给一个男性朋友打电话 和一个女性朋友打电话 然后他给你打的电话 挺好的 因为我们能够也能够吃到一块去 就两个人都很能吃 然后 对就是平时开玩笑啊 他也是比较顺差 所以你还不觉得自己是直男长吗 还好吧 我们俩也是属于兄弟情 如果你不觉得是兄弟人相处 你会不一样吗 对我来说 我的前期都会是兄弟情 然后 但是我会比较 也比较明确 就是因为我喜怒埃勒都写在脸上 所以也能看得出来 但是我喜欢的相处的模式 其实就是那种比较自在的那种 因为今天播的两部综艺和这部剧嘛 大家可能观众 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于你的这两部综艺 然后可能作品的话 可能就是关注的没有那么的多 你自己内心会有一些这种落差感吗 其实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 我觉得戏也是关注的人挺多的 因为口碑很好 大家也看到这个戏的这么精致 所以我也是挺开心的 因为大家也都看到风哥的演技 然后我也觉得 哎呀 就是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就是大家看 从不胖起来就觉得你非常非常美啊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在 就是影视作品的时候 可能就是少了一些那种 在那个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吗 哦 我觉得因为 因为像拿《Emeryda》这个戏来说吧 那是三年前的作品 三年前呢 我首先比较胖 然后那个时候我没怎么化妆 基本上就是打了个底 浅浅的画了两根眉毛 然后任何眼妆都没有 然后头发也是非常非常自然扎的 因为我想贴合那个年代 如果说妆太浓的话 就会很容易让别人跳戏 而且我又演了一个 一个不是需要浓妆艳抹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还是觉得 有的时候放弃一下脸也是没有关系的 但那个时候呢 确实比起现在呢 我可能觉得现在状态更好 然后也瘦了呀 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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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